中民香港泛民主要成员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住民 公民党主席如若微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黄碧云等人 在3月2日早上9点开市 到湾仔警署就占领中环运动 被指参与未经批准非法集结等罪名 接受预约拒捕 数十位泛民成员 站中发起人大耀廷等人手辞黄色 我要真普选的横幅 称着黄色的雨伞 高呼无畏无惧 李直气壮 争取普选等口号 在警署门外声援 我要真普选 近月香港警方就占领中环运动 展开多轮预约拘捕 通知曾经参与战中运动 而被捕的人士 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到警署报道 大部分被捕成员 在两小时后或准离开 警方也没有提出保释条件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 警方向他们展示有关照片和影片 而他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给各位更加 descri衷 来看看 特别人 嘿icky 怎么 自己 研究